还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来看这个人缘线啊 是位于小渔记这个地方啊 向掌心的方向延伸 通常呢有一条或者两条或者三条 这是人缘线 如果是一个人的人缘线呢 这个不仅向掌心方向延伸 而且呢还顺着中指往上走 就是人缘线它比较长 那么拥有这种首相特别的人呢 在婚后呢容易发达 或者是这个丈夫有潜力 或者说这个爱人的能力比较强大 能够相互扶持走向富贵 这是一个人缘线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啊 还有就是生命线呢 生命线就像它名字一样啊 是主管的人的一生的生命啊 并且呢纹路啊 如果是顺畅清晰啊 代表着身体健康有高寿的寓意 如果是一个人的生命线的起点呢 位于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中心点 然后分两条往下走 分两条往下 并且呢还清晰可见 那么这种呢就是命中啊 是有一定的财运的 而且呢不动产比较多啊 属于这个早运 包括这个家庭的根基 是非常深厚的一种 那么还有就是财富线啊 这个我们说这个 理想的这种财运线呢 一定跟真一样 笔直的延伸 并且不受一些障碍线的干扰 出现这样的财运线 意味着收入比较稳定 有存款啊 有这个股票啊 有不动产 包括一些这个 这个自己的房子啊 车子啊 这种财产 固定资产比较多啊 没有什么大灾大难 事业比较稳定 走入正轨啊 能够过上比较好的 中产阶级啊 或者是稳定生活啊 那么最后就是 我们经常讲到的 事业线呢 事业线呢 又叫什么 又叫这个 这个八卦文啊 或者是冲天文 或者叫玉柱文啊 或者叫天玺文啊 这个是很多教法 那么在西洋首相学当中 称之为命运线啊 这个起点呢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终点呢 最终都是落到 终止的下方 统星球啊 那么事业线的起点不同 会有不同的命运 和性格特点啊 假如说 这个事业线 从智慧线上开始啊 才有的话 那么是大气晚成啊 这种人在中年以后 才能够开始有好的运势 事业上才能够有 步步高升的姿态 这是不同的命运线啊 比如说这个出自于月秋 并且有一条帮符文往上走啊 那么这个就往往是 容易遇到一些异性的贵人啊 在事业上获得一些发展的机会 好了 有关这几种文路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后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